人物蔡宜芳传布伦绯闻高雄政坛 超级发电机会出事不意外 民众党立院党团助理蔡宜芳 凭着高学历及清新的形象 从网路名人走向政治路 一直到这次布伦恋曝光才真正声名大噪 本身是高雄人的她曾以无党籍参选 2018年高雄市议员 2020改批台湾民众党战袍角逐台北市立法委员 但都已落选作收 地方政坛人士透露 蔡宜芳是超级发电机 追求者无数会出事早在意料之中 蔡宜芳从小在盐城区长大 中校国小毕业后进入教会学校到明中学就读 考上与清华大学合并前的新竹教育大学应用数学系 取得高雄师范大学光电与通讯硕士后 再进入清华大学材料工程博士班 因热衷参与政治活动而办理休学 民进党籍的父亲蔡崇明长期担任盐城区中原理理长 蔡宜芳从小耳濡目染 引发从政兴趣 曾任职远东集团智慧工业物联网 担任东区调剧代理总经理 十七创联盟专案经理 后被研览入科市府社会局任机要职 今年满三十岁的蔡宜芳虽然有心从政 无奈命运多舛 选举一再失利 较好的面貌及傲人身材 不但没为她带来好运 反而让她屡屡以负面新闻登上媒体版面 2018年蔡宜芳参选高雄市第六选区 古山 严城 奇经 议员宣传看板上一身白色暴乳婚纱 自称要嫁给高雄 当年双十节蔡宜芳以青天白日红旗壁体 首举台湾国牌子再度成为网络及媒体的焦点 她自许茂美曾公开向选民拉票 哭着说自己长得比别人漂亮 希望选民投票给她 虽然有诸葛一时心头小鹿乱撞投票给她 最后仍高票落选 接着她北上发展 加入台北市长柯文哲团队 被舆论拿嫁给高雄的竞选看板消遣 为她贴上变心的标签 不过每次只要柯文哲南下 就一定看得到蔡宜芳的身影 跑进跑出负责安排行程 与媒体关系也非常热络 陈思宇参加台北市第二选区 士林大同区立委补选 蔡宜芳也曾担任辅选工作 2019年蔡宜芳加入柯文哲筹组的台湾民众党 并参选台北市第七选区 姓易南松山立委 对战国民党的费洪泰 民进党的许淑华 时代力量的陈宇凡 但她一下子跑到国小前拉票 一下子又炮轰隔壁选区的 吴宜农两块肥皂会选 遭PTT网友痛骂母猪 建旭气得她报警提告 最近传出布伦绯闻 蔡崇明认为女儿学历很高 绝对不可能会主动当小三 破坏他人家庭一定是男方主动追求 并希望期盼大家不要在伤口撒盐 放过蔡宜芳 不过地方人士指出 蔡宜芳从小就是美人胚子 追求者多如过江之计 投入复杂的政治圈 不出事也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